恶确实会得到苦报 行善确实会得到善报 何时发生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坚持不懈地这样做 因为善业总是会带来善的果报 就像播种一样 你将相应地得到收获 但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行善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而果报也可能不相称 不要过于思考的 只需不断行善 善业和恶业取决于我们的行为 通过善行 我们将获得善业 因为善业自然会带来善果善报